大家好,我是Sandy 今天節目邀請到的是原大投資Vincent分析師來到現場 Vincent好 Sandy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Vincent 大家還記得嗎? 上一集我們請Vincent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什麼叫做ETF以及ETF的好處 那很多投資人都表示說我們等不及想要進場了 不過在投資前可要先停停喔 因為要先做功課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Vincent來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ETF有哪一些種類呢? 我們麻煩Vincent跟大家做個說明囉 好 大家最耳熟能講的ETF在台灣不愛乎像是0050 它主要的話就是追蹤股票市場的ETF 但我們大家知道現在全球的ETF以及台灣的ETF 已經相當的多元化了 除了股票之外其實也有追蹤債券的 也有追蹤商品的 那這邊所指的商品來講的話就包含了像原油 像黃金 像白銀 亦或是追蹤外匯的 像是大家最常看的美元指數 或者說日元 這些資產標的來講 現在ETF都可以做追蹤 那另外來講假設在報酬型態來講 傳統的ETF可能就是圓形的做多一倍 那現在來講的話其實也有了槓桿兩倍 以及反向一倍的一個ETF 不過這邊的話要提醒投資人 槓桿反向的一個ETF 較適合做短期的一個trading的一個角度 那另外來講其實還有SMA BETA 什麼叫SMA BETA 可能是透過某一個財務的因子來追蹤某個指數 例如高股息或是低波動性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一個商品來講 其實也是非常受到法人的一個青睞 聽了Vincent的說明之後 大家已經都知道 ETF的種類真的非常的多元 那大家也想知道說 那這麼多元的種類啦 資料啦 我該去哪裡找呢 謝謝Sandy 我想今天的話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幾個 大家常問到的問題 以及該如何查詢 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該如何查詢ETF的成分股 那基本上大家只要到 ETF的專區 像元大ETF的專區 你就可以查詢到 一個東西叫深購買的清單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 每檔ETF目前最新的一個持股的狀況 就以0050來做舉例的話 你就會知道 它目前的最新持股 最大跟第二大就是我們台灣之光 台積電跟紅寒 那另外來講的話 大家可能會想要查詢 ETF的折議價的狀況 那基本上也是到元大ETF的專區 去查詢一個叫 即時預估禁止的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的一個ETF它本身的一個折議價狀況 那基本上在盤中的時候 這個即時預估金值每15秒都會跳動一次 那最後的話也是 越來越多投資人想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我知道ETF是什麼 但是我該如何操作 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投資策略 那元大投信這邊其實也非常的用心 我們在去年12月份的時候 正式上線元大ETF AI智能投資平台 這個平台來講 就提供了非常多的ETF的介紹 以及多元的投資策略 而且是因應不同的一個風險屬性的投資人 希望可以滿足不一樣的投資人 它本身的一個投資的需求 元大真的非常的用心喔 所以剛才Vincent也提到啦 除了元大的官網 元大經理財網之外 還有元大ETF的專區 甚至是ETF AI智能投資平台 都已經架設好了 所以我們會非常歡迎大家呢 可以上來看一看裡面的內容 或許真的能夠挖到寶 應該說一定可以挖到寶 我們非常謝謝Vincent建議您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期待下次再相見囉 掰掰